那要进入今天辩论会的最后一个阶段 结论 每位参选人都有五分钟的时间发表结论 依照规则 先申论的后结论 现在请宋楚瑜先生开始进行结论 时间是五分钟 各位亲爱的乡亲 今天我们举行总统选举的辩论 我从来没有觉得此刻感觉到做一个真正台湾人的骄傲 华人的社会里面唯一的一个地方就是台湾 用这样子公开民主的方式来产生国家的领导人 这是所有台湾几十年奋斗的结果 这是我们共同的骄傲 但是我们刚刚在谈话的当中 在交互辩论当中提到了一些数字 数字是冷的 人心才是热的 我们要特别强调的 施政的核心是人民 人民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 我在这边想练两段的文字 是我上个礼拜到台中去的时候 一位自称是已经搬过五次家的现代孟母 筛过我的一封信 这位红女士在她信上写道 我常常跟朋友说 我们的孩子一进到体制内的学校 马上就会失去三样珍贵的东西 那就是爱 感恩 感受力 现在学校教出来的不少学生是高级 人体的电脑怪兽 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他又写道 学校和社会过度的强化 纸和笔的竞争力 造成孩子从小就养成了 只想践踏别人 成就自己的心态 个人本位主义被放大 团体的利益不止一稳 这位妈妈的忧心和期待 正是我的忧心跟心情 在西世代来临的时候 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的子子孙孙 在冰冷的素质和竞争力之外 能懂得更多的人文知识和公民关怀 建立正确的做人做事态度 懂得感恩 懂得惜福 等到他们当家的时候 能够更富裕 更满足 更有是非感 但是更重要的是 他们可以信任政府 而政府也信任他们 社会上人与人之间 能够拥有足够的相互信任 这不就是真正我们台湾人的价值吗 这不就是属于最近常说的 临近革命的信任工程吗 各位亲爱的乡亲 台湾现在最重要的 重建的就是抛开蓝绿 重建我们对民主的信任 对政府的信任 所以未来我执政 宋楚一定会做三件事 第一 未来四年 我会每年主动到立法院 提出国情之文 向我们的国会议员们 说明政府政策方向的重点 并争取各党各派 立委的支持 一起推动国家的进步 第二 处一会召开 国事会议邀请各政党的领袖 各个领域的专家跟社会贤答 针对两岸问题 产业发展 财政改革 司法改革 教育改革 和台湾所面临的各项重大改革 邻居共事 提出具体的方案 运由政府来落实执行 第三 处一会结合中央跟地方政府 跟各级民意机构 发掘各地未解决的成年老案 包括水源地的水果的种类 要种什么 日据时代 台湾光复了 到现在 他们的放领地还没有光复 同时来找出方法解决问题 我们更要总体的检讨 修正 不合理的制度法令 让政府运作顺畅 更贴近民意 各位乡亲 未来台湾需要各党各派 共同参与的政府 需要一个跟中央地方一起流畅合作的政府 更需要一个五院同步改革的政府 需要重建我们台湾的核心价值 重建台湾社会的信任 重建人民对政府和民主的信心 这不是只重视财团的意见 而是要重视深斗小民 这些三中我们的问题所在 各位乡亲 陈天在那边吵吵闹闹闹 在强调到底什么 是我们所讲的这些叫做 这个一中各表 真正三中最重要 那就是中产阶级 中下阶层 和我们中间选民 帮他们解决问题吧 请蔡英文女士进行结论 时间是五分钟 谢谢 亲爱的国人同胞 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 跟为两位可敬的对手 一起同台辩论 我真的抱着一个非常感恩的心情 自从总统直选以来 这是第一次有女性的总统参选人 这代表了台湾的社会的进步 多元跟包容 这不是蔡英文的成就 这是我们民主的成就 虽然历经了国民党长期的威权统治 台湾的民主 有它的生命力 跟它的包容力 两次的政党轮替 可以说是台湾民主最重要的见证 不同的政党族群跟性别 在台湾的民主机制之下 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没有一个人有原罪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和马总统 宋主席在这里竞争 我们不是在比族群 也不是在比性别 我们是比较的是 国家发展的路线 跟政策的内容 和执政的能力 更重要的 我们要比的是 对于人民的感受 谁比较有同理心 谁比较有能力来解决问题 2008年以来 民进党历经了挫败跟失败 经过深刻的反省和谦卑的学习 才能够重新站起来 今天我要借这个机会 再一次的跟台湾人民 说一声谢谢 谢谢你们让民进党 有重新站起来的机会 我也要向台湾的乡亲 说谢谢 谢谢你们对蔡英文的支持 跟温暖 蔡英文所领导的民进党 是用人民的小额捐款支持的 用五块钱 十块钱的三只小猪 让我们没有财务上的忧虑 我们拿到的 更是大家对我们的温暖跟支持 所以我们懂得倾听人民的声音 也一定要对弱势者 付出更多的关怀跟照顾 未来蔡英文所领导的政府 不但是要清廉 更要懂得节俭 善用人民的每一分钱 绝对不会像现在的政府 这样的浪费 从挫折中再起的政党 绝不会忘记教训 从由人民共同扶持的政党 不会忘记人民 过去这段时间 我走过台一线 走过台三线 走过台九线 我走过客家庄 也走过原住民的部落 我握过很多乡亲的手 也听过他们很多很多的心声 他们诉说他们生活的困难 跟失业的痛苦 这些我都记在心里 今天我也要跟所有在困境中 努力的乡亲说几句话 海角七号的故事 所以动人 是因为他讲的是茂伯 阿嘎 马拉桑 这些平凡的人物 历经挫败之后 勇敢重新站起来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 历经挫折 在艰困中成长的人 更能够面对未来的挑战 政府的责任 就是要懂得人民生活的干苦 为他们创造机会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得到希望 看得到未来 不是吗 过去四年贫富差距扩大 中产阶级贫穷化 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 造成了一个台湾 两个世界 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经常受到霸凌跟伤害 我们的国旗跟国号 经常走不出去 也拿不出来 这些问题要解决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换一个政党来执政 换一个总统来领导 所以当前 台湾所需要的是一个 能够关照全局的一个领导人 面对世界的时候 可以有利协商 开创空间 面对改变的时候 可以与时俱进 面对中国的时候 能够不卑不亢 坚守国家的主权 而且能够务实协商 但不以短力 小力而影响国家的大局 在人民 面对人民的时候 能够谦卑执行 展现包容 团结台湾的领导人 2012年的总统 要带给人民 真正的平安跟幸福 台湾要改变 就必须要有新的领导人 2012年的总统 蔡英文是最好的选择 也是唯一的选择 请马英九先生进行结论 时间是五分钟 各位亲爱的乡亲 过去三年来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 台湾经历了很多的挑战 可是我们都能够一一的度过 一一的克服 大家了解 拼经济 还是国民党比较在行 维持两岸和平 还是国民党比较叫人安心 这次国民党所提出来 不分区立委的名单 更让大家看到 国民党对于改革的坚持 有人把国民党跟民进党的 不分区名单做了比较之后 得到一个结论 他们说 马英九改变了国民党 可是民进党却改变了蔡英文 我在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一一回应 蔡主席跟宋主席 对我所做的许多的批评 或者建议 但是我一定都会记下来 能够用得上的 我一定会采纳 如果有问题的 我会澄清并且说明 但是我都会记在心上 等我连任之后 我会邀请两位 再就这些问题来交换意见 希望能够达成朝野的共识 民进党执政八年 平良心说 上梁不振下梁歪 从陈前总统本人 到第一夫人 到部长次长 一共有二十多位政务官涉案 有的已经在服刑 反观我们执政四年 不但没有政务官涉案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一开始 就强调要打造一个连任政府 我们任命了一个司法铁汉 民进党不敢任命的 做检查总长 我们成立连政署 我们强力的速摊 前天国际透明组织 公布贪腐印象指数 我们拿到六点一分 是17年来最高的分数 排名第32 也被认为是全世界 180多国家当中 进步最快的前五名之一 我们还会继续的 强力的来查气贪毒 让政府更清廉 蔡主席说的不错 领导人的清廉很重要 但是领导人的清廉 必须要把他的部署带好 所以蔡主席 你力挺苏家权 违法的农舍 其实你护短的表现 让人真的是不放心 这个时候要表现 领导人领导气质的时候 在陈泉总统的毕业当中 你也从来没有明确的立场 而且看到最近这么多 有问题的扁团队的成员 回到了你的竞选团队 评论你讲 真的会让人不安 我相信你本人是有反省能力 可是在用人的时候 有这样的措施 就让许多人感觉得很讶异 蔡主席人民的观感 是你经常挂在口上的 希望这一点也能够付诸实施 各位乡亲 距离投票只有42天了 台湾的未来 要选一个什么样的总统 我觉得台湾的未来 需要一个让人信赖 让人安心的总统 台湾需要一个有能力 有经验 能够重用人才 而且又有方向感的总统 才能够带领台湾冲破金融的危机 台湾也需要一个诚恳务实 愿意反省 而且绝不护短的总统 我今天竞选连任 不是为了我个人自己 或者贪图总统这个职位 我真的是为了台湾的未来 为了下一代的幸福 三年半以来 我没有一天忘记 这765万选民对我的付托 我也从来没有不感谢台湾人民 对我给予这个机会 我们在一起推动了很多的改革 但是还有许多的理想 没有完全的实现 希望能够在第二任能够完成 各位乡亲 我竞选连任是希望能够把我的台湾梦 跟各位的台湾梦都能够实践 我希望台湾有一个活力的经济 有一个公益的社会 有一个年人的政府 最后还有一个和平的两岸 台湾的梦正在实现当中 有的有进展 有的快要达成 有的还没有完成 各位改变已经发生了 改革不能停顿 我们希望我们共同的台湾梦 都能够在我的第二任全部完成 让我蓄积更大的勇气跟能量 带领台湾人民 逆风高辉 能够迈向黄金十年 谢谢大家 三位总统参选人 五位媒体提问人 各位贵宾 以及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012总统大选的第一场 参选人的电视辩论 到此圆满结束 两周后的星期六 三位总统参选人 将再度同台进行辩论 12月10号 下周六下午的两点整 台湾第一次 副总统参选人的电视辩论 即将登场 敬请各位观众 锁定公视频道 准时收看 主办单位再次感谢 三位总统参选人 马英九先生 蔡英文女士 宋楚瑜先生 以及五位媒体提问人 还有在场所有的来宾 以及各位观众朋友们的 共同参与 谢谢大家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